这一刻郑长老挣住了 甚至有些慌乱了 这可是血战殿啊 而且还是百位强者 无疑是逆天的军团了 对付夜视天只能是碾压 更别说那神游镜的夜沉了 他的脑海中甚至脑补了 引领百人斩杀夜沉的画面 宛如将星 这华夏将由他主宰 最好的状态便是将夜沉斩杀 夜视天拿下 那他在血蒙的地位 必然水涨船高啊 一条康庄大道 仿佛在郑长老的面前 郑长老 我最后问你一遍 用这百人之力 你能拿下夜视天吗 冰冷的声音响起 郑长老清醒过来 压制住内心的兴奋 脸盲道 大人 放心 只要夜视天还在华夏 我定将他拿下 献给护法大人 好 三天内 血栈殿的人就会进入华夏 到时候用着阵盘联系 雨落 画面和声音同时消失了 郑长老双手附在身后 站在天台上望着华夏大地 他的嘴角透着冰寒和冷漠 小畜生 百人入境 看你如何抵挡 到时候 你怕是要跪在我面前 沉浮 哈哈哈哈 与此同时 名粹别墅 夜晨让夜灵天和龙魂搜查了整个江南省 乃至周边的省市 以及京城全都地毯式搜索 可惜依然没有结果 郑长老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不过 夜晨也没有太过气馁 郑长老受了这么重的伤 短时间内就是强弩之末 不具备任何威胁 哪怕他用丹药或者某种手段恢复了 第一件事必然是找到自己 到时候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就行 夜晨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斩龙剑之上 虽然斩龙剑现在已经修复完整 但是没有任何灵气和力量 和普通的工艺品差不多 不灭之主 斩龙剑如何才能彻底恢复呢 又如何成为你口中的绝世之剑 夜晨问道 不灭之主 饶有趣味地喝了一口茶 饭不能一口吃完 住剑也非小事 哪能这么快就完成啊 我刚才用龙脉之力 以及一些术法 稳固了斩龙剑 眼下面对强劲之力 还是会断 现在他需要两样东西 第一 剑骸 夜晨听到这个陌生的词汇 皱了皱眉头 前辈 什么是剑骸 不灭之主站起身 握住了斩龙剑 另一只手轻轻触碰 这把剑对你来说 现在唯一有价值的 便是剑灵了 可惜现在已然沉睡 斩龙剑外面的材料 以及助剑手段 在华夏算得上顶级 但是在昆仑须 以及其他地方 就是垃圾了 他甚至比不上轮回目的的 阵魂破阳二剑 所以现在对他来说 需要一道躯壳 必须是极强品阶的零剑躯壳 可以是断剑 亦或者有其他问题的剑 唯独品阶必须要不弱于 阵魂破阳二剑 不然这种剑不要也罢 夜沉惊了 比阵魂破阳剑还要强大的存在 华夏哪里有啊 只有去昆仑须才有可能 他长叹一口气继续道 那前辈第二样东西是什么 血煞含体的精血 血煞含体是世间罕见的煞血 和你的杀戮之道极其吻合 一旦使用此精血铸剑 那么此剑和你的配合程度将会极高 不灭之主的话语缓缓落下 夜沉算是明白了 这老家伙是真的对魏影感兴趣啊 他知道煞血含义的强大 可惜魏影只不过刚刚觉醒 如果完全觉醒 那无数势力必然会涌动 到时候这魏影如果踏入昆仑须 只怕今后的成就会很可怕 算了 去京城师范大学找一趟魏影吧 至少问问对方的意见 夜沉只能这么说 他刚准备让夜灵天安排飞机 口袋的电话响了起来 看到电话号码 他倒是意外了几分 居然是松山村的那个小女孩 小丫头 怎么了 夜沉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听到夜沉的声音 显然有些犹豫 陈哥哥 那个我我是刘子涵 就是松山村的那个 十几个小时前我们还见过面的 我打这个电话可能有些打扰 但是能不能请您帮一个忙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难道是刘子涵的父亲又出问题了吗 不可能 夜沉对自己的医术还是有些自信的 你先冷静一下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夜沉道 能让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小女孩打电话过来 应该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个 陈哥哥 我在江南省北渝路这边 百汉建设集团 就是这条路最高的那栋楼 我 我爸爸被人打了 而且 而且 马上会有执法人员来带走我爸爸 那些人好吓人啊 真的好吓人 你 你姑 话还没有说完 电话那边便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陆陆续续有几句脏话 小屁孩 你他妈是准备叫人吗 叫一群农民还是一群工人呢 一群穷鬼 想钱想疯了 有本事 今天就从老子身上拿走一分钱 我他妈就算把钱用来买狗粮 也不给你吧 什么玩意儿 电话挂断了 叶晨甚至听到了电话那头 传来了刘子涵的哭声 他让叶灵天调查过刘子涵一家 似乎当年刘子涵的父亲 刘建刚摔下楼有些蹊跷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唯一的疑点 便是刘建刚出事之后 老板没有结算任何工资 甚至建筑公司那边各种推托责任 刘子涵和他爷爷有什么能力打官司呢 哪怕去找各种领导都被拦在门外 连面也见不着 他们作为底层人只有被玩弄的资格 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他手下的势力目前都在寻找郑长老的下落 这件事倒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处理 事情紧急 他只能发了个短信出去 然后直接开车向着出事的地方而去 北渝路百汉建设集团门口 还未完全恢复的刘建刚躺在地上 鼻青脸肿 他恢复过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百汉建设集团 当初出事 他其实是被人恶意推下去的 就因为他问包工头讨要三万块钱的工资 这不是罪气的 他万万没想到 这家公司后面居然是他出事之后 不承担一点责任 甚至还带着一群人上门威胁 他身体无法动 甚至意识也不清晰 想要维权也没有办法呀 他找过记者 记者本来准备报道 却没想到消息直接被拦截了 很明显这家集团背后关系很硬 甚至可以说是在江南省只手遮天 他今天来这里就是想讨一个说法 刘建刚恶狠狠地盯着不远处牵着一条斗牛梗的魁梧大汉 大汉就是当初推下他的人 钟海龙 钟海龙 你他妈还是人吗 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讨一个说法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你动我女儿做什么 刘建刚的毛子里全是怒火 因为此刻那头胸狠露出锋利牙齿的斗牛梗 距离女儿刘子涵 不过几十公分 一旦钟海龙松了手 那自己的女儿绝对会出事啊 这个畜生 他想站起来护着女儿 却发现有两个男人直接摁住了他 动弹不得 憋屈 愤怒 他甚至后悔了 他不该一起用事直接来这里 他一个工人 有什么资格和这种恶势力斗争呢 他没有权 更没有关系 只能被这群家伙狠狠地踩在脚下 钟海龙居高临下地看着刘建刚 冷笑一声 他妈的 老子几年前就把话说清楚了 你怎么别想从老子手上拿一分钱 我宁愿那些钱喂狗 也不给你 你今天不是想闹吗 要不你和我的狗闹闹 那斗牛梗似乎是听到了钟海龙的命令 怒吠了几声 表情猙獰 甚至看起来有些视讯 这是斗狗 一般钟海龙都是拿来参加比赛的 心疼得不得了 不过有了这狗 他倒是威风不少 几乎牵着这条狗 没几个人敢靠近 最新问他要工资的农民工 都少了不少 如果不服 他会松开绳子 直接让狗咬 他背后有关系 哪怕出了事 也能压下来 刘子涵被眼前的 猙獰的斗牛梗 吓得脸色惨白 身子更是不断后退 生怕这畜生冲上来 他已经给叶晨打来了电话 不知道对方能不能赶过来 从昨天叶晨离开的车子 以及身边的人来看 他觉得 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哥哥 应该家里有关系 也是眼下唯一能帮他们家的存在了 他真的走投无路了 钟海龙 你他妈别动我女儿 我女儿是无辜的 眼看斗牛梗距离刘子涵越来越近 作为父亲的刘建刚 不知道为什么 直接破开了两人的束缚 一把拉住了刘子涵 子涵 我们回家 公道我们也不要了 刘建刚直接带着刘子涵冲了出去 眼看就要离开 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刘建刚 你他妈把老子的地方当成什么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虽然他妈的不知道你怎么能走了 既然你来了 那就留下一条腿再说 黑子 去咬断那家伙的一条腿 雨落 钟海龙松开了绳子 那头猙獰的斗牛梗直接冲了出去 速度极快 獠牙甚人 一旦咬到 甚至可能死人呢 看到这一幕 钟海龙乃至身边的手下都笑了 他们早就见怪不怪 这种人的命 对他们来说也根本不值钱 буде很快 谢谢 咬断